大家好 我是Sam李盛杰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空間呢 是我的Studio工作室 這裡是李盛杰 除了工作外 最常窩著的地方 用心設計擺設 大造輕鬆氛圍 入口處的吧檯 適合三網好友聚會小酌 再往內走 看到的是藍色撞球台 笑說自己好一陣子沒打撞球的他 球技如何呢 哎呀 好 我知道了 我找到了 YES 看來球感還是不錯的 除了打球放鬆外 其實身為音樂人 絕大多數的時間都在練唱唱作 因此對於專業設備的投資不手軟 歌手最重要的一個Vocal Room 它的隔音 它的吸音 它的整個裡面的彈響 好 來 我們來參觀一下 這樣的一個大小很適合 一個人的一個聲音的一個 整個共鳴 哇 這是第一次開箱 開箱厲害的 這次算都是全世界限量的 麥克風必須寄到原廠 原廠會根據你的聲音在做 做Custom的一個器條 所有的琴哥的麥克風都需要靠這一支 琴哥王子當然需要支厲害的麥克風 來讓演出更加完美 他向獻寶似的介紹著心愛的收藏 這個算是控制室 製作人在這邊 然後樂手在這邊 有時候呢 如果我們 比如說我的樂手 大概會有十個人在現場 錄音師在這邊 所以這個會是我演唱會彩排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舞台 奧瓜可為八年推出的微專輯 Best 2 真理 也是從無到有 在這工作室內產出的作品 Face 搖搖慢慢走 Face 面對你的戰鬥 Face 我卻不會再閃躲 我想要表達的是一個 一個人生的勇氣跟態度 大家沒聽過的我的聲音 不只有什麼歌 所以我寫了Face這首歌 希望大家可以 摇摇白白的做自己 不用戴著面具 講一些討好別人的話 這首歌是李聖傑親自填詞譜曲 重節奏搖滾曲風 唱出面對真我的態度 而為專輯中 當然少不了大家熟悉的 李氏情歌 很遺憾 當時曾經不顧一切的深愛 只要你能快樂什麼都敢 你的微笑是 平凡生活 唯一繽紛色彩 我現在在詮釋情歌的話 我會是回歸更自然 更簡單的舞 讓大家專注的聽我的Vocal 然後不會被編曲影響 但編曲給你氛圍 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 如何簡單的樂器 但是又可以出現Vocal的那個不同 很會唱書情歌的他 1999年以一名李傑出道 發行首張專輯冷咖啡 卻因故解約 2002年再發行第二張專輯 痴心絕對 又因當時唱片市場萎縮 與公司內部問題放棄宣傳 沒想到這首同名主大哥 就在一年後意外爆紅 成為熱門K歌金曲 為你付出那種傷心 你永遠不了解 我又何苦勉強自己 愛上你的一切 常到左紅滋味的李聖傑 又陸續發行了幾張專輯 看到醇厚又溫暖的嗓音 總能將情歌唱進心坎裡 你想要的我卻不能夠 給你我全部我能給的 卻又不是你想要擁有的 你們要快樂要天上地球 你們沒有錯 愛是自由 帶我遠走高飛 不去迂回 這一個飛斷流程的世界 不滿虛偽 唱歌是我們的語言 滿足自己 然後也滿足大家 我的歌迷朋友的 的一些心情 有一些回憶也好 甚至聽到我的歌可以 回想起當時它的 不管是戀愛撕戀 我覺得歌的魅力在這邊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唱歌 所以太詩情話意還是太浪漫 還是太覺得幸福要多美滿 當然都有情感的過程 但是好像還沒有找到 合適的人 那就會覺得 總在某些點上 留下一些遺憾 這樣子 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樣 有一個自己的家庭 然後 幸福美滿 雖然感情空窗了五六年 但聖迷們別著急 結婚生子仍舊在 她的人生規劃內 在對的人出現前 先認真把生活過好 也試著把興趣跟事業做結合 網球應該是我除了唱歌的最愛吧 希望可以經營自己的副業 那副業可能會是往運動走 希望我有自己的運動品牌 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在我接下來的階段 想給自己的新挑戰 還包括了經營頻道 試著當youtuber 主持我很喜歡耶 我們上了很多直播節目之後 我就覺得很 很relax 我會不定時的 比如說 不知道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興趣 愛情整療室 我們從情歌裡面來分享 你到底遇到什麼狀況 我不一定有你的經歷 但是我可以從歌裡面 跟你分享我的經驗 眼底星空 流星開始墜落 每一季眼淚說著你要好好走 穿過身遍如黑洞 看著天長地久變兩種漂泊 暖著流淚比流血加倍心痛 畢竟是情歌大師 能從歌曲中分享的故事可多了 出道23年的李慎傑 在2019年回到家鄉高雄開唱時 現唱了第9999次的神明曲 《痴心絕對》 在那之後 他宣布不再公開演唱這首歌 要將珍貴的第1萬次 留給自己最重要的演唱會 作為歌唱生涯的里程碑 而他卻為了我們的觀眾破例了 接近那個1萬次 因為要節省唱 所以那個尾牙呢 也不敢隨便唱 所以接下來尾牙請大家 不要點這種歌 千萬不要點這首 我可以換別首唱給你們 點了怎麼辦 我可以清唱嗎 我準備送給大家 《痴心絕對》 第1萬次的一句 想用一杯拉鐵把你灌醉 歌詞描述的是情商 雖然愛情中的人們可能會變心 但對於音樂 李慎傑絕對痴心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